我们请工作人员将备忘录 在私生见证下高雄市文山高中与在地知名酒店签书产学合作协议书 制压发展让校园以及企业一举两得 原则上我们签了这个产学合作之后 我们目前的规划是会配合国教院 我们刚刚说过的这个19项议题里面的一个生涯发展的议题 那我们就在高一高二的时候导入这些课程 其实我们一个永续经营来去培养我们教育的这个下一代 也是我们尽这个社会责任的其中的一环 那希望借着这次的产学合作呢 能够让这个学生更了解他自己所谓一个职能力的志向 文山高中表示针对近五年来毕业生就业调查 发现有两成在校毕业生选择在大学毕业后投入旅游及餐饮业 为了因应就业趋势和致名连锁酒店签书产学合作 对未来有兴趣从事旅游业的学子来说意义重大 人际关系然后服务来自各个地方不一样的人 对我们的交际或者是语言方面一定都会是有很大的进步 学校给我们这个机会 就是像其实现在餐饮对现在的社会觉得来说是很难做 但是既然校长给我们这个机会就感觉 就是我们可以更了解餐饮这一块 近年来台湾餐旅业大喊缺工 产学在思考如何突破困境 校园端提升学生在兴趣中能够多元学习发展 期盼透过合作不只让高中毕业生不再限于升学选习迷思 为职业之路提早做好规划超前部署 人真卫视王商义高雄 这样报道 好 赞不赞